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12月26日,凯尔特人大战篮网的年终对决已经到来。 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,坐镇主场的波士顿凯尔特人54-51逆转领先篮网。 本场比赛,绿山军在第一劫落后的情况下,后续完成了大逆转。 这场比赛的第一劫杜兰特,成为了此役四大球星当中,得分最多的一个。 单劫杜绍四次出手,命中二球拿下6分,对面的塔图姆是三投零中一分没的。 杰伦布朗,四分欧文三分,可以说在这场青光璀碳的年终大战里。 这些超级巨星的标分大战当中,KD在第一劫还是站了出来,而且中投和三分都有剑术。 不过就在比赛,第二劫开始之后,场上的形势,风云突变。 凯尔特人依靠着他们,轮转阶段的反击,连续追分。 次劫开启,塔图姆先是用一次突破结束了自己,本场比赛的得分荒。 接下来他又完成了一个单手中扣,一个人连得4分,帮助球队追平了比分。 篮网一路取得了30比28的领先。 此时又是塔图姆的一个抛投命中。 伴随着格兰特、威廉姆斯的补靠,双方已经打成了30比32。 绿山军完成反超。 后续奥杰来又是命中一个三分。 伴随着绿山军的又一个上篮,他们已经37比32,领先了对手5分。 就在这一截,从落后对手4分打到现在领先对手5分。 他们完成了9分的大翻盘。 后续双方进入轮换阶段。 杰伦布朗又中一个中投,欧文也是中投给出了回应。 小乔丹空中接力,欧文又是一个上篮和一个三分。 而且在此期间,绿山军的主教练,布拉德·史蒂·文斯教练, 还因为抱怨裁判,吃到了一个技术犯规。 后续第二节最精彩的一幕,出现杰伦布朗和塔图姆。 一系列的配合之后,却没有打进。 篮网迅速发动反击,欧文运球来到前场。 在距离三分线,还有一步9米的位置,突然出手了一个超越三分。 这个球,居然还进了。 随着这个球队命中,在过去一段时间里,欧文已经连进四球。 一己之力,砍一下十分,带领球队,完成了翻盘。 可是此时,塔图姆又站了出来。 三分线外用一个超级后仰,完成了一个,不可思议的三分。 而且把防守他的欧文,远远地甩在了身后。 最终在整个上半场,杜兰特成为了,这几个超级巨星当中,得分最少的一个。 而且他还暴露出了,一个大问题。 能够看到杜绍,可能确实是,想要打得很好。 他整个半场比赛三次,被对面的防守,直接晃飞了。 其中前两次,都被对面晃飞制造了犯规,第三次又被对面晃飞了之后,杰伦布朗拦下,戏耍他轻松命中。 被对方用一样的防守策略,连续这么打,那只能说杜绍的问题,还是太大了。 当然或许也可以说,他的心理阴影,还是比较严重的。 上半场的,最后一次进攻,他还出现了,一级失误,绿军54比51,完成了逆转。 其中杜绍六头二重,只拿到了9分两个篮板,一个触攻两个犯规。 他图母11重,5拿下12加9,杰伦布朗12重,6拿到13加4,欧文砍下17加5。 杜兰特,是得分最低的,这在之前,是不可想象的。 N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